刘律师 是我 什么 我们的陈老临时反水了 得到这个消息 林小小的笑容顿时僵硬在脸上 陈老 是他母亲当年一位很得力的合作伙伴 陈老和他母亲的关系也很好 在他母亲离开之后 更是对他诸多照顾 怎么会 突然临时反水 林小小脸上流露出一丝意外 挂了电话 他神色严肃起来 因为证据不足的原因 拖了这么久都没有起诉 好不容易得知陈老掌握了一部分证据 林小小想了办法请他出席 眼看马上就要成功了 现在怎么会 他顿时有些心乱 他在电话里找到了陈老的号码 打了过去 喂 是小小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陈老 我今天听柳律师说 你突然不愿意作证了 这是为什么呢 啊 你说那件事啊 我是老头子了 脑袋也有点糊涂 说的话经常反反复复的 你别放在心上就是了 再找找新的证据吧 陈老 我母亲当年的事 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证据了 您就是我找到的最后的证据 如果您也不愿意出面的话 那我母亲在天上也会爆汗的 这个嘛 我最近比较忙 还有点事情 你等一段时间吧 好吧 吱吱呜呜的说了几句 电话就被挂断了 林小小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沉思片刻 现在不管怎么样 他都要争取到陈老做众人 林小小想了想 找了另外一个号码 打了过去 喂 明月 我是林小小 好久不见 有空吗 我想约你吃个饭 聊聊天 毕竟我们也很长时间没见面了 我晚上在海岸咖啡厅等你 挂断电话 他才稍微的有拼和放松 陈明月是陈老的女儿 他之前出席晚会的时候 曾经见过一次 陈明月自己做了一个服装品牌 两人谈得很是童缘 还互相留了号码 约好了有空一起吃饭再聊 现在既然陈老那边行不通 那只有试试陈明月这边了 说不定会是一个突破口 林小小深深呼了口气 投入状态拍摄签示的广告 拍摄完毕的时候 才发现天都黑了 他急匆匆地赶到咖啡厅 发现陈明月已经在了 小小美人 天呐 几个月不见 你更漂亮了 两人上来先是聊了一些最近彼此工作上的事情 林小小无奈道 你也看到了 我本来一早就想过来找你呢 可是品牌方不允许啊 录了好几个版本的广告才放我走的 小小 你接的是签示的广告是不是 赚大发了 签示国内还没有谁有个代言呢 你是偷一个啊 偷一个 你是不知道 国内有多少艺人都想贴钱接这个代言 对了 你的大开来了 我也看了 我现在是你的粉丝了 你知不知道 我哪里比得上你潇洒呀 自己做老板就行了 对了 你们现在也该出新计限量款服装了吧 别提这个了 我可能出不了限量款服装了 为什么 我品牌的设计师是我一年前重金请来的 花了一年的时间终于磨合的差不多了 品牌也开始小有名气 可是我没想到 上一周 我竞争对手居然高价挖走了我的设计师 我还得重新招募 可是我下个月就要参加国际服装设计大赛了呀 哪里等得起这个时间 怎么会这样 小小 你说我是不是命不好 我才不想靠家里吃饭 而且我本来都计划的好好的 只要能够入围这个大赛 那我品牌的名气就会进一步打响 可是谁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 林小小沉默下来 毕竟现在各行业竞争都很激烈 设计师被高价挖走 也是常有的事情 只不过这个时间点实在是太不合适了 关于当季新品 其实我有几个想法 只是还不太成熟 林小小有心想帮一帮陈明月 就拿出手机 找到了她闲着没事的时候制作的设计图 你的想法 陈明月先是一愣 然后郑重地接过林小小手中的手机 一脸认真地看了起来 好主意 你是怎么想到把金属元素运用到绸缎当中的 这两种光泽的碰撞 这质感的传递 绝了绝了 小小 为什么你可以把孔雀兰运用得如此有未来感 你知道的 我们华夏的设计师在外面参加比赛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难题 那就是怎么才能把中国元素融入到设计当中 并且被外国人的口味接受 这是很难的事情 但是我不得不说 你做到了 哇 天啊 这几张设计图太完美了 虽然还没有完成 但是我已经看到她接下来的前途 一聘光明 既然你喜欢 那这几张设计图就送给你吧 我虽然在国外学的是设计专业 但是回国以来已经很少做设计了 肯定还是有不少缺点的 你可以再修改一下 不 我怎么好拿这么贵重的东西呢 没事的 我现在也不在设计行业了 而且这几张草图只是我空闲的时候想到的一点设计灵感而已 你尽管拿去用吧 不不不 我要是拿了你的草图 大赛上就得写上你的名字 不然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陈明月眼珠一转 鬼鬼祟祟的道 小小 不如商量个事呗 这样 你来做我们品牌的设计师吧 我拿你的设计草图 正好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写上你的名字啊 可是我最近通告排得很满 应该没时间弄这个 小小 帮人帮到底嘛 其实我知道你之前请了我爹做证人的事 你要是答应的话 我就送你一个内部消息 怎么样 成交 小小 你太好了 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其实你那件事情 我也是听我父亲提过一两次 他一开始是很愿意帮你的 但是为什么改变主意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能帮你的就是告诉你 后天是我爹的六十大寿 我会去住寿的 只要有争取的机会 他就不会放弃 我爹嘛 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爱好 毕竟钱他不缺 就是喜欢喝个好酒 有的好酒 不是用钱就能买到的 明月 这次真的很谢谢你 好了 林设计师 我不跟你说了 陈明月翻来覆去地研究他的设计草图 越看 眼睛越亮 惑不及待地想要把林小小设计的衣服做出来 他让林小小把草图发到他的手机上 然后忙不迭地告辞了 林小小手指放在屏幕上 犹豫了片刻 要问问霍少琴吗 不知道为什么 林小小心里就觉得霍少琴一定会知道 可是他现在要跟他划清界限了 贸然去问这个也不太合适 林小小想了又想 最终咬着牙把电话打给了布林 小小女王 我想死你了 广告拍得还顺利吗 小小女王 签示的广告花絮能不能给我看看 小小女王 好了 我有事情要问你 听到顾林的声音 林小小顿时一阵头大 然后把他想要问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哦 小小女王 原来是想买好酒 福林酒行是整个帝都最大最有名气 也是最低调的酒行 里面卖的酒是最好的 全世界各种名贵的酒都有 还经常举行酒的拍卖会 要是想买好酒的话 去那里再合适不过了 好 我知道了 顾林 谢谢你啊 一日 福林酒行 林小小对着一柜子酒的样品认真地看着 这瓶酒是1980年的 也是我们的珍藏酒品 和这瓶酒类似的 我们还有另外两种 不过口感分清香和浓香型 要看您比较喜欢哪种 还有这种区分 林小小从不喝白酒 听到导过的话也是愣了一下 陈老 陈老喜欢哪种呢 您不知道这个吗 呃 林小小掩饰了一下尴尬的表情 正要询问这两种怎么区分 哪种比较适合老年人 突然身边响起了另一个 倒垢殷勤的声音 哎呦 林小姐 您可是稀客 怎么来了 快 里边请 林小姐 林小小一正 朝着门口的方向看去 林轩轩和大学同学苏艳兰吗 林小小眸色发冷 怪不得上次在商场遇到苏艳兰之后 苏艳兰又邀请她去了同学聚会 段位搞出来不少 原来背后也有林轩轩的功劳 光 眼下陈老的试药剑 麻烦你给我介绍一瓶比较适合老年人的 口感柔和一些的酒吧 最好度数没那么高 好的 轩轩 这家酒庄好大呀 据说里面的酒都可贵了呢 果然咱们同学里还是你混得最好 这没什么 而且为了陈老花再多的钱为原因 毕竟陈老现在也是霍和尘正在打好关系的对象 既然要送礼物 当然不能送差的 这些酒我听了我没听说过 开这家酒庄的人一定很有钱吧 这是霍家的产业 苏彦岚极度的眼睛发红 都是同学 凭什么林轩轩就能搭上霍家这艘大船 就连这么厉害的酒庄都是霍家的 霍家到底有多少钱啊 林轩轩视线得意的在大厅悬世一圈 就在这时 她的表情却突然变了变 眼神也变得仇恨起来 没想到在这里 还能碰见老熟人呢 真是太有缘分了 老熟人 谁啊 酒庄大厅的角落里 这瓶酒的口感比较柔和 而且也是二十年的教藏酒了 度数却只有不到四十 给老年人是比较合适的 这瓶酒多少钱 一瓶是八万块 好的 那就麻烦你帮我 哟 我还原是谁在这里买酒呢 这不是大明星吗 她皱了皱眉 没理会苏燕兰 而是对身边的导购说 那就麻烦你帮我包起来吧 好的 包什么包 你长没长眼睛啊 看着她那穷酸药能买得起吗 苏燕兰的声音又尖又大 有装的长柜的 也被惊动了 她是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脚步匆匆的从酒庄里面走了出来 皱着眉头和一边的导购说话 询问是怎么回事 林小小 我也不是说你 你看看你 上大学的时候就手脚不干净 还爱慕虚荣偷轩轩的名牌包包 车到这么多年没见了 还是改不了偷东西啊 哦 对了 听说你五年前辍学是跟着野男人跑的呀 那个野男人呢 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该不会是已经把你抛弃了吧 这些酒 一瓶可是得最少五位数的 以你的身价买不起吧 别打肿脸冲胖子 到时候酒庄丢了酒 岂不是会怪我们这些客人吗 这位小姐 您到底有没有钱卖酒 老购也是愣了一下 很不客气的开始指责林小小 我刚刚给你介绍的时候 好像你连浓香清香都分不清啊 哎 我也好心提醒你们 其实我们以前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结果大学同学都被他给骗了 他经常偷东西的还勾引男人 要不是后来勾引野男人怀孕了 还要在我们学校继续偷东西 苏彦兰眼神中带着得意的神色 肆无忌惮地诋毁着林小小 掌柜的 你怎么能卖他酒啊 他不会给你钱的 说不定还有赖额你一笔钱 说你卖假酒 你可想好了 而酒庄的掌柜的 听到这番话之后 则是皱起眉头 先是和手下的人讨论了几句 然后走了过来 这位小姐 我们酒庄是欢迎所有客人的 如果有私人恩怨的话 可以在外面说 说他手脚不干净 可有什么证据吗 哼 还要什么证据啊 看见没 你们霍家的少奶奶 林萱萱萱远远远地看着这一幕 嘴角不经意地勾了勾 而酒庄的众人和掌柜的听到则是惊呆了 掌柜的当然是认识林萱萱的 请问这件事是真的吗 林萱萱萱 这 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你们不要再提了 我都已经不放在心上了 何晨的现在对我也很好 那些过去的事情就忘了吧 我还会当他是好姐姐的 果然是勾引过妹 手脚还不干净 来我们这里是不是想偷酒啊 太过分了 万一栽赃我们的酒有毒 那真是条件黄河也行不行了 把她赶出去 酒庄众人议论纷纷 看着林小小的眼神充满了厌恶 这 掌柜的也皱了这眉头 看着林萱萱的反应 相信了她的话 于是酒庄的掌柜便走到了林萱萱面前 这位小姐 我们酒庄目前只对老客户 和比较信得过的客户开放 你还是回去吧 我是来买酒 不是来吵架 你们酒庄到底做的是生意 还是听八卦 这位小姐 我们做生意也只做人品好的生意 免得给自己招星 你还愣着干什么 把这位小姐请出去吧 林小小跟她斗 她甚至一句话都不用说 只需要一个眼神 就把林小小给碾压 这还只是开始呢 她一定要让林小小痛不欲生 悔不当初 这个贱人不是也想去买酒 去陈老的寿臣吗 她就让林小小买不成酒 陈老那边 早就被霍和臣打通了关系 是不可能在出庭作证了 想告林家 门都没有 林轩轩的酒 很快就被送来了 被两个酒庄的导购员拿着 要送到林轩轩的车上去 燕兰 你说你也是的 和她计较那么多做什么 我们走吧 而林小小这边 也被几个保安 狼狈地赶到了院子里 赶快离开我们酒庄 我们不欢迎你这样的客人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而这个时候 顾林正好出现在了酒庄的大门口 她满头大汗地赶了过来 正好看到林小小被赶出来的这一幕 吃惊得嘴巴都张大了 天 她看见了什么 完了完了 她应该早点过来的 现在 她又要被老大送回非洲大草原去了 顾林惊恐地抓了抓头发 想了几秒钟之后哭丧着脸 连忙给霍少琴打电话 老大老大 完了 我说的是我 我完了 求你了 千万不要把我送回非洲大草原啊 老大老大 这我真不是故意的 路上堵车了 老大 你能听见我说话了 你先消消气啊 顾林 如果你再继续浪费我的时间 我就立刻把你送回非洲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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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老大 事情是这样的 不行 你要先保证不生气 然后我才能说 顾林 事情是这样的 林小姐昨晚问我哪里有卖好酒的酒庄 我就告诉她了 她还叮嘱我不许跟你说 嘿嘿嘿 老大 你看我对你好吧 我怎么可能不跟你说呢 毕竟你才是我老大呀 好了好了 我说正事啊 然后我刚刚来到酒庄 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两个保安 长得那叫一个高大威猛啊 看着都吓人 林小姐居然被他们两个赶出来了 这家酒庄真是胆大包天啊 老大 不如你下令让她倒闭算了 你是说福林酒庄把她赶出来了 对对对 就是这样 老大 他们这真是太过分了 只不过接下来的话 她还没有说完 电话就传来了一阵盲音 被挂断了 顾林一脸惊悚的看了看手机 天凉了 福林酒庄该破产了 你们家有没有外送服务 我只想买一瓶酒 我可以先付款 然后你们把酒送出来 可以吗 林小小还在门口 她遇到了刚刚那个掌柜的 就试图和她商量 这位小姐 恐怕不行 你得罪了我们酒庄的大客户 以后恐怕要进黑名单了 不能再在我们酒庄买酒了 林小小沉默下来 可是短时间内 她也不能再找第二个 有这么多藏酒的酒庄了 那个 她硬着头皮 准备再问一下 有没有别的酒庄 可以推荐过去买酒 我说了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你怎么没完没了呢 快点走吧 就在这时 砰的一声 酒庄里急匆匆地走出一个 穿着糖装的中年人 秦总 您怎么来了 秦总 这应该就是酒庄的负责人吧 秦总 这是个小偷啊 刚刚被我们酒庄抓到的 我已经让人把他赶走了 以后不许来我们这里买酒 清脆的声音传来 刚刚还在得意叫嚣的掌柜的 顿时愕然的舞助理 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的中年男人 秦 秦总 他好歹也是个掌柜的 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打耳光 这像什么 别叫我 算什么东西 敢对我们尊贵的客户这种态度 刘仓 你被解雇了 秦总 他只是个小偷啊 掌柜的脸色都变了 他完全不敢相信 只是因为一个不值得一提的客户 他就被开除了 他已经在福林酒庄坐了十年了 不懂就给我闭嘴 这位灵小姐 是我们酒庄身份最尊贵的客户 她的来头大到你想不到 你居然敢对她大不敬 开除你 已经是最轻的选择了 滚吧 灵小姐 实在不好意思 因为这些愚蠢的下人不懂事 让您受惊了 都是因为我没有管教好这些人 不过您放心好了 侮辱您的人已经被我开除了 以后您就是我们福林酒庄的做上宾 绝对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灵小小愣住了 这前后差别也太大了吧 而且她只是买一瓶酒而已 不至于被放在这么尊贵的地位上吧 秦总 您是不是弄错了 她不是灵萱萱 只不过是一个野性灵的小偷而已啊 你知道什么 灵萱萱算个屁 她的身份比灵萱萱尊贵一万倍 不会说话就闭嘴 把她给我拖出去 拉进行业黑名单 以后不许她再找类似的工作 福林酒庄也永远不再允许她进来 灵小小安静地看着这一切 灵小姐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们里面请吧 没事 不过我不是什么贵客 这才跟着秦总一起回到酒庄 灵小姐 请问您买酒的需求是什么呀 为了表达歉意 我们酒庄可以免费送您一瓶酒 是送给老年人的 口感柔和一点比较好 度数不要那么高 不用送我 我花钱买就可以了 那好吧 秦总也不坚持 而是眼珠一转 招招手 叫来一个工作人员 对着他的耳朵说了一番 秦总 那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快点去 工作人员很快就小心翼翼地 推来了一瓶酒 酒用一个很大的木箱装着 打开瓶子看起来有些破破烂烂的 但是似乎很有年头了 这是百年的陈酿 应该正好符合您的要求 灵小小仔细地观察了眼瓶子 她不懂酒 所以也看不出什么 不过 既然放了这么酒 应该是不错的吧 那我就买了 多少钱 这 您给八万块就好 今天酒庄冲撞了您 所以给您打个折 希望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没事的 灵小小拿出卡 付了账 八万块的酒 虽然很不便宜 但是 在这家酒庄 应该也只能算得上是中等吧 灵小小虽然不懂 但是看工作人员的爱惜程度 应该也是好酒 一日 灵小小起得很早 因为她和陈明月约好了时间 今天要一起去参加陈老的生辰宴 到的时候 已经有不少人在了 灵红和白淑珍也来了 小小 我要去换个衣服 你先在大厅等我吧 灵小小找了个角落的沙发 正准备坐下 就在这时 她的面前多了两个身影 灵小小 你来这里丢人现眼做什么 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灵家家门不幸吗 家门不幸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已经不是灵家人了 父亲的家门不幸 难道指的是灵萱萱 你胡说八道 四周有人注意到这边的响洞 好奇地朝着这边看了过来 唉 你不要听你爸乱说了 他只是对你的希望太高了 所以才 百叔真注意到 连忙拉扯了一下灵红的衣服 让他不要再继续说下去 小小啊 你看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何必要弄成现在这样呢 我听说你还要告我们 唉 其实我们也都是为你好啊 家里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白阿姨 既然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 那就把我母亲留给我的股份还给我吧 我也不想走到上法院这一步 你说是吗 你 这些股份都是你爸辛辛苦苦挣来的 跟你有关吗 灵小小 你不要得寸进尺 既然是这样 那也就没什么好说的 还是法庭见吧